3月29日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 在英国博明汉国际会议中心剧院 为期两天的最后一场演出 让中西方观众折服 场内气氛热烈 观众掌声不断 关佐勋章获得者索菲娜·伊斯兰女士 是一位来自考文垂市的小学校长 她和四位教师利用周日的休息时间 亲自带领30名学生观赏享誉国际的神韵演出 她对神韵赞不绝口 作为校长 伊斯兰女士看待事情 更多是从对学生今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 这就是一场生命的选择 给了一些孩子的生活 它会跟他们的生活 你会看到他们的回忆 他们就是被骤的 完全被骤的 从这个经济的经济 它帮他们明白 这种社会和社会的社会 我们都在生活 所以在那种意义 它是非常生气的 发展的 给孩子的 这是我所想的 我说的 这种经济的经济 索菲娜伊斯兰向所有人推荐神韵演出 她表示神韵的美好只有亲身体验才会知道 新台人记者梁东 英国博明翰报导